市長我們想問一下您現在要推月經平權 但是有時候尤其是男生在聊這類議題的時候 他們會是比較害羞 那你私底下也是這樣嗎 還是說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跟別人聊月經的話題 我那個年代是男女分班的 比較沒有尷尬的問題 不過這樣啦 這個是一個 其實這個概念你知道 在全世界 你看喔 紐西蘭是今年才開始全國推動 所以這還是蠻新的概念 所以我們 因為是這樣啦 任何一個政策要推動你知道 要編預算 還有論述 還有實際執行 所以我們大概是 這個9月要開學嘛 我們先找台北市五所國中先來示範 但我們希望說這個學習要 到時候一定要蒐集這個回饋意見什麼 另外一個說 剛才講過要編預算 那將來是要放在學校 其實我們內部討論過很多遍 一開始說放在學校廁所 我說要不要放在保健室 我說放在廁所不會不好保管 後來又說還是要找四大超商來合作 還是要怎樣 所以老實講後面 所以我們要先在 稍微國中先示範 然後在期間我們要去解決後面 將來真的要落實實施的話 特別是全台北市如果真的 在國中階段全部實施 這到底要怎麼執行 還有很多技術問題 還有包括用台北通 還是用庫克雲的帳號 這個是很多細節 謝謝 好 來 市長所以你私底下 跟那個夫人 就是也是會這麼直接的聊 月經的話題嗎 不過我們不算 我們是醫學系的 那我在上面 月經 月經英文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印象中英文 我們醫學名詞是Menture Asian 不是這個Pure Read 這Pure Read叫俗語 所以我說我們 我們醫學系的 跟你們用的用詞都不太一樣 謝謝